7月29日 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晋升上将军衔的火箭军政治委员徐忠波 颁发命令状 公开简历显示 徐忠波生于1960年 是山东雨山人 2003年至2016年 曾经担任中共陆军第20集团军政治委员 西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等 2017年12月 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委员 徐忠波在2020年7月 晋升上将军衔 并且担任中共火箭军政治委员 而火箭军二炮 是中共战略导弹部队 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曾经说 它是中共战略威胁的核心力量 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2013年至2017年 都在八一前夕 举行晋升上将的军衔仪式 这个期间 一共晋升了27名上将 在2017年11月2日 中共十九大之后 习近平将中央军委委员 军纪委书记张声文 晋升为上将 但是 在2018年全年 习近平罕见地打破了十几年来的惯例 未晋升上将 一度引发外界猜测 内幕至今还未清楚 而到了2019年 习近平又打破惯例 一年之内 罕见地两次晋升 一共17名上将 在习近平十八大上台之后 掀起了一股反腐浪潮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说 2012年至2017年期间 超过一万三千名军官 因为腐败而受到惩罚 其中有几十名军级以上的老虎落马 包括冠拜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军队高层 郭伯雄和徐才厚等人 他们两个都是江泽民的亲信 两个人在任内 帮江泽民驾空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 他的党羽遍布全军重要纲位 郭伯雄和徐才厚落马之后 中共军委委员房丰辉和张扬 被作为他们两个的余毒清理 之后 中共军中仍然不断传出 将领被查处的消息 习近平在清洗军队 江派高级将领的同时 每逢政局关键时刻都高调展示军权 以震懾政敌 目前在中共内外交困 末日危机之下 中南海高层分裂公开化 中共各派互相推卸责任 以求自保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反习势力掀起一波波的反习浪潮 逼习近平落台 各种传闻不断 按照惯例 7月底8月初 是中共北戴河秘密护议的时期 今年北戴河会议前夕 习近平又掀起了新一轮的 政法系统清洗运动 撤换北京卫庶司令 密集查处官员 习近平强化军权 加强掌控刀把子 加紧清洗反习势力 严防政变的意味不言而遇 的正常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